Hola, todos! ¿Qué tal estáis? 今天啊,我们继续上一讲的内容 学习西班牙语中的宾格代词与语格代词 首先大家来回顾一下 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宾格代词以及它的一些用法 它的六个人称对应的形式分别是哪一些呢? 大家还记得吗? 非常好 me de lo la nos os los las 宾格代词一般用来替换句子中的直接宾语 而语格代词呢 则一般用来替换句子中的间接宾语 表示动作所涉及的间接对象 其标志是不论人或物 前面都需加上前置词 a 这里要注意与直接宾语指人时前面加a的情况区分开来 好 下面我们通过表格来学习一下语格代词六种人称形式 yo对应的是语格代词me do对应的是语格代词de el ella和usted对应的是le nosotros nosotras 对应的是nos bosotras bosotras 对应的是os 最后是ellas和ustedes 他们对应的是les 通过与宾格代词的六种人称形式进行比较呀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只有在第三人称单负数或者是第二人称礼貌式单负数上面有所区别 同时因为各个人称只对应一种形式 在指代名词的时候没有阴阳性的分别 好 大家来练习一遍 yo 对应 do 对应 el ella usted 对应 nosotros nosotras vosotras vosotras ellos ellas ustedes muy bien 大家掌握得很快 语格代词在剧中呢 也有两个位置 或放在变位动词的前面 与之分写 或放在圆形动词之后 与之连写 比如 Pedro Puedes pasarme el papel? 还可以说成 Pedro Me puedes pasar el papel? 第二个例句 Voy a enviarle una carta Le voy a enviar una carta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 宾格代词和语格代词 同时在句子中出现的情况 宾格代词和语格代词连用时 两者可以同时放在变位动词之前 与之分写 或呢 圆形动词之后 与之连写 但注意一定是同时 不能一个放在变位动词前 一个放在圆形动词后 且顺序遵循 语格代词在前 宾格代词在后的规律 这正好跟直接名语和间接名语的位置相反 举个例子 Por favor 保持其不变 顾在原来的中读音节上加重音符号 宾格代语格代词和语格代词连用 这两个句子中 原本代替Rosalia的语格代词 均变成了 这个规则在刚使用的时候比较容易出错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填控练习来自测一下对这个语法点的掌握情况 GiGi Quieres dar a Fabiola el reloj? Sí Voy a... Sí Voy a dar GiGi Puedes mandar a Pepe una carta? Sí Puedo... Sí Puedo mandar Lizanti ¿Pueden llevar estas flores a Juan y Mariana? Sí Vamos a... Sí Vamos a llevar Dajá la cánese a Diti Dá en inglés是... 没错 ¿Quieres dar a Fabiola el reloj? Sí Voy a dárselo Sí Se lo voy a dar Dajá la cánese a Diti Dajá la cánese a Diti Dajá la cánese a Mariana? Sí Vamos a llevar Sélas Sí Sélas Vamos a llevar ô Dajá la cánese a Diti Sélas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我们把安东尼奥介绍给安娜 这个句子里面 安东尼奥是介绍这个动作的直接承受者 是直接宾语 而安娜是受这个动作影响的对象 是间接宾语 如果要用西班牙语表达这个句子 我们就需要给两个宾语前面 都分别加上前置词 所以是 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通过直接宾语在间接宾语前面的这一规律 来判断安东尼奥和安娜的角色 大家注意 虽然按照语法来说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但习惯上 如果是首次提及某人或某物时 我们会用语格代词来复制一下间接宾语 所以正确的形式应该是 Le presentamos a Antonio a Ana 同样 我给我的姐妹们买了糖果 这个句子的间接宾语 我的姐妹们 也要用语格代词复制一下 于是句子就成了 Les compro garamilos a mis hermanas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 Muchas gracias y nos vemos en la próxima Muchasima Muchasima